至于在美国的新泽西之前 则是受到了爱玲飓风的侵袭 狂风暴雨造成了河水的水位暴涨 多处淹水相当严重 慈激志工在风雨过后接连动员勘灾 并且进到了重灾区了解状况 只希望能够尽速掌握受灾的情形 提供灾民最适切的援助 这个好像我们去年有来帮他们打扫 今天又来了一次 去年有来过 你可以看到整条街都是 电冰箱 洗衣机 整条街两排都是 即使是连年淹水居民怎么可能习惯 爱玲飓风横扫美国东部 新泽西大淹水 慈激人再度勘灾 脚步来到重灾区皮德森郡 想看看能怎么帮上忙 破亚就是河水 所以每次淹水这个地方是最严重的地区 那时候他说这是从来没有过这么严重 本来晓得这是淹水区 但是这次更厉害 你看这个草皮上的颜色就好像都是被水淹过的颜色 对不对 是泥巴的颜色 只是这看在路行不行的通 还得看水退的程度 你在瓦青吗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还有狗子吗 我不知道 我们狗子没有 你先来这个还是 你可以看墙壁嘛 对不对 你看那个墙壁有多高 有没有看到 对啊 墙壁两个颜色 走进灾区了解情况 连被大水冲上岸的小鱼小虾都不忍看他们受苦 志工从风灾前戒肾 到风灾后接连堪灾 就是想尽快为受灾人家尽一份心力 带来新闻罗秦娟王万康美国报道